修路指示 針對這一項的所有程序的簡化 以及運作的機制來做報告 那我想 日前所謂的 相關的一個個案案例 其實就發生在這一個 第二個這個部份 然後我們會特別針對這個部份 來做相關的說明簡化 那第三個 就是 說謂是在第一線使用的時候 有時候會使用的是我們人用藥的部分 進來我們的這個動物用藥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們有短期 希望可以在正列的品項 因為實際上有這個市場的需求 這會到來跟衛務部來做說明並且來申請 但是有更中長期的一個結構制度的部分 大家也會做說明 那第四個 就是不是屬於前面的這些替代品項的人用藥品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比較寵物緊急需要的這個 用人藥的這個治療的平台的部分呢 那這個我們有把程序來簡化 更具體來講 比如說如果我們的毛小孩像我們的狗被毒蛇咬到 需要這些的所謂的毒蛇血清的時候 那這個頂級平台怎麼立刻的啟動吊豬來滿足我們 所謂的每一個我們的毛小孩的生命可以立刻獲得救世 這是在第四點 那第五點就是除了上面這些以外 還是沒有涵蓋在這裡面 那它是人用藥要從國外額外專任申請 那就在這第五條 我底下呢就是針對後面四點 一一的來把程序簡化的部分跟各位報告 沒有想盡辦法去救這個毛小孩 但是坦白說在以前的法規沒有這麼在健全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看到有很多的毛小孩 也因此就這樣子就移開了 那其實在獸醫界來講 其實要用藥這件事其實是我們心中的一個痛 就是說因為我們也知道我們用了一些 不應該用的藥 也就是說違規了藥物 那其實我們為了救毛小孩 我們也就這樣用下去了 那在這件事情爆發之後 其實我看到的可能會動起來了 那那個主委率點的團隊 杜文貞局長 然後跟各個組長 他們其實就很努力的去想要把這件事情做解決 那我看到的情況是說 其實以前的長官或是以前的狀況 或是我會看到他們碰到一個點 他就出一個點 那在這一次我看到就是 當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陳宗吳文貞他應該是禮拜五還是禮拜六晚上打給我 他就跟我講一句話說 你就解決這個先 解決這一點就夠了嗎 我們要全部解決這個問題 他講了大概三四次 所以所以我真的印象很深刻 那 陳宗吳文貞